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探索新世界第677 小伙伴们,咱们把这两个漏斗连接到发射器以后 这个烤鸡腿的部分基本上就快要完成了 接下来,咱们把这两个透明玻璃块给打掉 然后再挑到下面,把里面两个空的位置用岩石砖给它补掉 好嘞,这样就可以来倒进两桶岩浆了 不过我怎么感觉,补上这两块岩石砖有点难看呀 那还是把它们给敲掉吧 然后重新补上两个透明玻璃块 哦了哦了,这样看起来才舒服多嘛 接下来,咱们再回去储物箱那边 拿上两桶岩浆过来倒 咱们现在还没有整一桶的岩浆 先拿上几个泰金筒吧 然后再过去到这边的储物箱 拿上一些...凝姜块 好嘞,拿好以后 找个合适的地方 把凝姜块给放出来 放好以后,赶紧把它打碎 就有岩浆可以流出来了 这东西只能纯手打,比较费时呀 哎呀妈,还没打碎 它又冷却成黑凝姜块了 哎呀,这真的是尴尬尴尬呀 再重新放出一个来 希望它这一次不要被冷却到了 赶紧流出岩浆来吧 好嘞,这一个就没问题了 赶紧拿出泰金筒把它捞起来 费了好长的时间 终于搞到了两桶岩浆了 现在咱们就可以瞄准这玻璃块的边缘 把两桶岩浆都倒出来了 哦了哦了,倒好以后 再拿出透明玻璃块 把这个岩浆池给封住 好嘞好嘞,累死我了 这烤鸡腿部分总算是完工了 接下来,咱们来测试一下 往漏斗里面放进一些东西 放进去的材料应该就会流到这边的储物箱里面 哎呀,糟糕 我还给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这发射器旁边的方块上 咱们还要安装上一个开关按钮啊 哎呀卖 又没有垫脚的地方能让我飞上去的 好嘞,去拿了一些材料 现在咱们就可以赶紧来制作一个触碰按钮了 然后继续跳到这水里面 在发射器旁边的这个方块上 给它安装上 再用扳手给它敲一下 再游过去,用头顶一下 让它开启循环 好嘞 大功告成 咱们再搞个辅助方块 作为垫脚 然后再飞上去 接下来 咱们再回到储物箱这边 把咱们之前剩下的二十几个桶装水 全部都拿上 哦,对了 咱们背包里的东西都快满了 得找一个空的储物箱 把东西都挪出来 然后只留下几样比较常用的道具 在背包里就行了 哦啦哦啦 现在就可以把这些桶装水 全部都拿上了 好嘞 拿好以后 现在就还是回到养鸡场那边 因为接下来 咱们就是要给这些流水槽 还有上面的流水平台 全部都倒满水 这水槽的话 这一边给它倒上两桶水 然后咱们再跑到另外一边 也给它倒上两桶水 看到没有 两边的流水流到中间的漏洞 就刚好停下来了 嘿嘿 稍后的话 鸡蛋就会通过流水 刚好掉落到漏洞里面 接下来 就是这上面平台的流水了 咱们只要靠着这条长的边缘 顺着方块 一个一个的给它倒上 待会整个平台 就都会被流水给覆盖住了 呃 我估计 咱们身上带的桶装水数量 应该是足够的 那就赶紧快速的 把它们全部都给倒出来吧 好嘞 打工告成 整个流水冲刷平台 就都已经搞定咯 那后面的工作 就应该会简单轻松多了 因为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搭建鸡窝而已啦